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下小心 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 肆意损毁梦幻天堂 残忍的屠戮生灵 我一定要代替自然女神 亲自去猜猜她们 果然只要这样 你才会现身呢 时间之始 规则运处 万物之末 法则逆处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梦幻天堂的法则 被更改了 殿下 最后一步已成 现在整个梦幻天堂 已由您掌控 神阁也将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做得不错 终于没必要再被他们演戏 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知智的法则之力 遵命 殿下 死 左边在反向携手我们的力量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能逆转梦幻天堂的法则 定据为己用 你能布下四项大阵 我们自然也能布下逆转法则之阵 小梦幻天堂内布阵 我不可能察觉不到 是在其余机成人 去攻击四大神殿的时候吧 现实上所有人都以为 你们的目标是击溃四大神殿 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然后在这里布下逆转大阵 既然你们早就能推算出梦幻神殿的位置 却仍旧大非周章 说明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逼迫神阁现身 能想到这一步 还算不错 神阁若想引力 不知还要当我多少神经 果然很迟 也太想看我了 有你为大阵 一个逆转大阵久地抓住我 请尊自然女神法指 在此梦幻天堂危难之际 请你降临 金灵龙 金灵龙暖梦幻天堂真正守护神 又有百万灵力 总是献出我的肉身 也一定要将你们诛杀 怎么回事 神话反正为什么没有反应 好痛 我说过 你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那条金灵龙 就让它继续沉睡 好痛 怎么这样 几连金灵龙都一早被算计 不仅如此 召唤金灵龙 会削弱你的自然之力 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得到你 所以 这也是计划中的一环 放开它 好了 那 终于到你了 在梦幻天堂内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记住 而唯一改变过我星盘的神类 你 还能破获我的局 你星盘中的变数 就是它 是的 殿下 梦幻天堂之星 要获取神格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逼神格主动献身 围绕这一点 我在出发之前就做过演算 在那次演算中 将金灵龙震出去后 再将梦幻天堂内所有生命 徒露殆尽 四大神殿金属破坏 神格自毁现身 变成我的囊中之物 但现在 星盘却出现了变化 有颗星星偏离了轨道 搅乱了我的星盘 但很奇怪的是 那颗星星的轨迹 却被某种力量遮蔽 以我目前的能力 无法去推演它的动向 于是我必须做出改变 重新布局 我在星盘上推演了一百二十六次 终于 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结果 我将为他们挑选好对手 以及最后的葬身之地 只有这样才能走到最后这一步 能灭我族六位继承人 在将计旧继部下请军入谋这种局 身为平凡的人类 你已经做得很好 但走到这一步 你们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 所以呢 你还能破过来去吗 看来 它与其他人类废物并无区别 如果能更有趣就好了 殿下 我的最后一步已成 请您获取神阁 虽然比我预计的还要容易 但 父皇应该会高兴 他终于 可以成神了 从一开始我就想到 既然你们的面条是神阁 什么情况 那就只需要将神阁藏在一个 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的地方 不大 声音 我们的 哦 这是啥 竟然有音箱于法则 之上的为呢 好险 差点就坚持不住了 放心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也许你该多推演一次 看哈 这才是真正的 情局肉 难敢触怒无稽无知传承者 皆化为怨灵养分 随无一起 长眠于此 永生永世不得脱身 从来说 难怪我推演那个人类的星盘 只好不作火 原来真正保护他 阻碍我推演的 是更高等级的存在 是长叶天才 一来可死